大家好,我是北木 今天北木观察的话题是 让达赖喇嘛回国 开启中国政治和解的第一步 最近在纽约举行的汉藏大会上 西藏流亡政府的议长和总理 表达了达赖喇嘛希望回到西藏 结束流亡生活的这样一个愿望 西藏流亡政府表示 他们既不反对中国 也不反对汉人 只是反对对藏地的一些苛刻的政策 这其实是表达了达赖对中国的一种善意 人老思乡 叶落归根 这是一个基本的人情事故了 我想中国政府应该 给予一个充分的理解和考虑 另外一个就是两位藏人领导人 他们的表述 也表达了对于国家统一 民族团结和解所持的基本的政治底线 同时我们知道 现在在昆明 西藏流亡政府的前总理 正在这个地方访问 与北京的统战部长尤全在会谈 尤全我们知道他是习近平的亲信 在很大程度上他对习藏问题 他就可以代表习近平的立场 听说习近平也希望达赖喇嘛回国 他有这样一个愿望 他也准备在他这一任解决西藏的问题 这些都为西藏问题和中国的民族和解 以及长期对一些问题的 积累的一些问题的拨乱反证 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契机 首先我们知道 中共解放西藏的时候 一个最基础的东西 就是关于西藏和平解放的十七条 这其实是中共建议政以后提出的 最早的一个一国两制的政策 只是说当时没有这样一个名字 由于西藏代表团在北京 签署了和平解放的十七条 达赖喇嘛对此的态度是很积极的 在51年的7月 中共驻西藏的早期的代表 就是实际上的一号人物张金武 他在亚东就建了 从拉萨逃亡到亚东的达赖喇嘛 我们知道 开始的时候 在50年 中共军队和西藏地方武装发生了冲突 达赖喇嘛非常害怕 他就从拉萨逃到了亚东 但是在十七条签署以后 张金武建了达赖喇嘛 达赖喇嘛的态度 是很积极的 当时有这样一个说法说是张金武 意思希望达赖喇嘛和解放军从亚东一起到 这个拉萨去 但是达赖的那个态度很积极 说是他先去了 他先与解放军的军队到了拉萨 在达赖喇嘛回到拉萨以后 他和汉人驻葬的有关机构 和北京方面的合作 是很积极的 很愉快的 但是后来就发生了这样一个事 就在五六年开始 北京啊在西藏 现在那个这个自治区之外 的其他藏区 开展了所谓的民主改造运动 这个民主改造 其实就是土改 阶级斗争 这个与我们现在讲的这个民主的 这个本质内涵 是格格不入的 由于这种改造 还带有一种很大的血腥气 所以达赖喇嘛 就觉得北京违背了十七条 他就很担心 一直于在五六年 他访问印度的时候 他就向印度方面提出了政治庇护 就说在五六年 他已经想逃亡了 但是当时周恩来发现了这种情况 周恩来就直接从北京 飞到印度 劝反了达赖喇嘛 但是达赖喇嘛 回到西藏以后 由于当时中国那种国情 不仅是西藏 就是内地 那种阶级斗争 就轰轰烈烈的开展起来了 这种土改 这种其他的各种运动 内地也进行的非常残酷 在西藏这个地区 藏人地区 这个就也同样 所以这个后面 达赖喇嘛和北京的关系 就可能就失去了信任 一直于在五九年 就逃亡到了印度 这个事情的经过 大概就是这样子 现在今天看来 达赖喇嘛等的出逃 肯定当时的极左路线 要负很大的责任 另外一个 由于当时 也有种冷战的背景 美国在其中 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在达赖喇嘛 流亡印度以后 西藏的这个流亡政权 就和北京政权 这个矛盾 越来越深 越来越大 这样 双方就互相 有一种 极大的敌视和对立 在现在我们看来 就是说达赖喇嘛 他现在也表达了一种 更温和的立场 其实 现在是应该对 达赖喇嘛 所谓的西藏叛乱 进行平反了 因为中国在 这个四人帮打台 邓小平执政以后 有一系列的 平反和波乱反政 但是对达赖喇嘛 这个问题 就没有给予一个 很正面的 很官方的 评定 尽管对西藏的政策 有了很大的修正 但是达赖喇嘛 出逃印度 依然把它定为 西藏叛乱 如果这个定性不解决 那达赖喇嘛回国 这就是有一个 很大的门槛 难以逾越 因此 北京 现在应该考虑 就在十一节三中全会以后 在内地推行的 一系列的 平反 昭秀 应该也在西藏 在达赖喇嘛 这方面 要给予一个新的说法 还有一个 现在冷战也结束了 我们知道原来 中共和那个很对立的 美国 英国这些关系 现在都已经很正常了 但是 就是在 冷战时期 在极左路线时期 这个西藏的 派乱问题 这个没有 对他们有一个说法 所以现在 就应该 解决这方面的问题了 现在 以大多数人的看法 其实 达赖喇嘛 出逃印度 这完全是当时一种 错误的路线 以当时那个特殊的 历史时期 形成的这么一种 国内 互相之间 民族之间的一种误解 这样一种 思想上的 不能进行一种 很好的沟通 造成的 这个 这个就是 我们要 表达的第一点 第二一点 就是说 达赖喇嘛 现在回来 对于 汉状双方 有什么好处 我的看法是 达赖喇嘛 回国 首先 就很利于 西藏的 安定团结 我们知道 那个西藏 在达赖喇嘛 出走以后 由于那个极左的路线 也由于那个汉藏之间的沟通 存在着很大的问题 所以西藏这些地方 并不是很稳定 现在固然西藏和新疆地区 它有所不同 但是比方说 出现的这种 自焚啊 这种现象 是很可怕的 这是非常影响 两个民族的团结 达赖喇嘛 对自焚 这些事情 也是反对的 所以 应该让达赖喇嘛 回国 来解决 这些问题 是吧 因为那个达赖喇嘛 长期 他在 印度 出现这些问题以后 大家互相直接能够指责 我想如果说 他能够回来 和北京进行 那个直接的沟通 这些问题要好得多 而作为北京 也应该接受 达赖喇嘛 所谓提出的 大藏区的这个倡议 保护生态 是吧 保护西藏的文化 保护西藏的语言 这些 我想这都是西藏人民 应有的一种权力 至于说 这样 这个大藏区实行以后 会不会造成分裂 我想现在 在西藏 北京 有大量的驻军 而且 达赖喇嘛 认为 西藏的那个驻军权 或这个 外交权 也 他也承认 应该在中央手里 所以我认为 这些 不用怕 是吧 这个 作为 现在的那个西藏 也不是历史上的土博 而现在的 北京政权 也不像历史上 这个汉人政权了 是吧 对于西藏 全面的 这种 控制 不止于是 国家分裂 这点 我想 完全可以 做得到 对于西藏 也应该 就是说 重复尊重 西藏人的 这种生活方式 比方说 西藏人喜欢 住帐篷 就让他们住帐篷 何须 勉強让他们住楼房 他们就想过那种 风吹草地 现牛羊的 这种很自然的 很绿色的生活 我想 也应该 给予 充分的尊重 北京 也没有必要 动员起 很多的 原藏干部 很多省份 对于西藏 进行援助 他们想过一种 这种 木业时代的 这种生活 就没有必要 强迫让他们 进入一种 工业社会 我想这个 对西藏人的 这种尊重 应该是第一的 援助 才是第二的 如果这个援助 是他们不希望的 不愿意的 就没有必要 勉强 这样勉强以后 反而影响 汉人和西藏的关系 因为毕竟 西藏人和汉人 这种发展阶段 有很大的不同 生活习惯 有很大的不同 而且这种 思想 信仰 也很不一样 所以尊重西藏的 文化 其实就是 对西藏的 一种 最好的统战 第三一个 我认为 达赖喇嘛 回国 其实也很有力 改善中国的形象 现在达赖喇嘛 这么有影响的人 他在世界各地流亡 世界各地演讲 事实上对 北京政权 构成了一种 很大的威胁 世界各地 各个国家 很多重要的领导人 都对达赖喇嘛 给予一种 很高的评价 既然对达赖喇嘛 给予一种 很高的评价 但是他不能回国 对世界各地流亡 其实对北京的形象 没有任何的好处 这样 这是给中国的 大国崛起 中国的对外关系 构成了很多 不利的这种因素 因此 北京应该考虑 就是说 消除不利的影响 而应该发挥 达赖喇嘛 对于中国 和平崛起 对于中国 对外形象改善 这方面正面的作用 比方说 如果达赖喇嘛 回国 恢复他原来的 全国人大委员长的 这样一种 崇高的地位 达赖喇嘛 我相信 他不仅仅可以帮助 中国化解 和印度之间的 矛盾 在这方面 起码可以发挥 一些积极的作用 而且对于香港 和台湾地区 他也可以现身说法 说有一个那种藏人 都在和北京合作了 那台湾和香港的 这个所谓的台独 港独问题 也应该 得到一定的缓解 我想达赖喇嘛 以他的智慧 他的威望 他可以发挥 这方面的作用 更重要的是 达赖喇嘛回国 对其他地区的民族问题 比方像蒙古 这个新疆 这方面的一些问题 他有一种 很好的示范作用 如果达赖喇嘛回国 那少数民族的这种 所谓的这种分裂运动 就会得到一定的遏制 第四一个 达赖喇嘛回国 也可以借次 解决海外流亡人士的问题 达赖喇嘛是一个藏人 他从59年开始就流亡了 内地很多的汉人 在8964以后 也开始在海外的流亡生活 我们知道这些很多 在海外的民运人士 他们都是 大部分人 绝大部分人 应该说是基于 对于国家的一种爱 他提出了自己的这些见解 提出了他自己的看法 如果要说的话 他们的这个性质 很像当年白居易那种 弱直言士 他当时白居易的职务不高 但是他在一些问题上 他就谈了他自己的看法 结果遭贬折 在那个历史上 我们现在看过来 就是说是 白居易都很冤枉 他完全是一副赤子之心 现在海外的流亡人士 大概也属于这种情况 他都是基于对国家的爱 对民族的爱 基于一个 这种四大夫 一般这样一种情怀 所以很多啊 就是由于在中国 这种一党专制 这样一种体制下 他们的思想 他们的见解 得不到容纳 所以才流亡海外的 现在那个国家 既然我们要强调 国家要崛起 要实现中国梦 中国梦应该是 所有中国人的梦 应该集中 方方面面 中国人的智慧 中国人的力量 那么我想达赖喇嘛 如果能够回来 这个我们能够容纳 这样一位智者 回国发挥他的作用 那其他的海外流亡的 这些政治人士 北京也应该开启 与他们的对话 也应该给他们一个 报效国家的机会 是吧 意见不同 大家可以求同存疑 可以争论嘛 但是在于国家发展 国家这个实现中国梦 这一点上 这个大家应该 这个方向是一致的 就是为了国家 富强人民安乐嘛 这是我理解的 中国梦的内涵 总之啊 要这个目前 在十九大已经开过了 北京 如果要开启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新的那个里程的话 应该团结方方面面的人 增取方方面面 这个历练的支持 总之啊 一句话 是达赖喇嘛要回国 这是一个很好的政治契机 也会带来一种巨大的政治资源 就给目前本届的当政者 现在关键就看 怎么样利用这一个历史契机了 好 今天的话题就谈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下次节目再见